再來 新冠危險的疫情越來越緊張 該冠疫情的疫情也越來越多 家庭讓小孩接種疫苗疫苗是民憲政家 關於翁長良在新冬新冠衛生索 70學童疫苗時代進行 今天來到新冠衛生所來看整個6到11歲 小孩子施打疫苗的情形 有些我們就到學校裡面去打 至於有些數目不是太多的 那我們就到衛生所來做相關的施打 我看很多小孩子說實在的 有些很害怕打針 那也就很勇敢 那不管怎麼樣 目前為止打了三千多個人 那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不良的反應 那我們希望6到11歲能夠打 大家盡量來打 因為一般來講有6到11歲的小孩子 一般家裡面可能會有0到5歲的 所以周遭的親友都打好 那基本上就可以保護0到5歲不能打疫苗的人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所有的家長 到目前為止三千多個人 沒有人有不良的反應 那我們希望能夠讓小孩子能夠來施打 那能夠讓他們能夠保護自己 因為小孩子的活動力很強 那口罩也不一定戴得住 所以打疫苗以後會比較安心一點 維新家為了方便家長家人還是晚上來接種 已經每月十四間還沒有經濟 無情總共45間提供疫苗來施打 今年快12歲 因為疫情一直越來越嚴重吧 然後現在很多那個像國外的案例也都覺得 打了也之後也都不錯啊 維新家表示 6至11歲的小朋友 除了未有可能有人到5歲 沒有出疫苗的孩子 老人和孩子是大家最歡樂 會變成重重情的族群 只有周遍的人要組合疫苗 讓人保護誘導 讓你們有看待小朋友來做 增加活動的方向人 去找找北海邊的個人 歡迎小朋友 小朋友 請大家